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影响的话 它本来还可以打得更远 但是当陈一灿死了以后 由谁来接班 以后再往后由谁来接班 这个问题不太好处理 所以后来蒙古的高层的贵族 有一段就陷入这种斗争当中 而斗得很激烈 多少也削弱了 对外扩张的那种速度和一些进展 另外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草原本位政策 就是说它是个草原帝国 它虽然占领了大片的农业区 但是它对这个地方并不认真管理 它什么都是以草原为中心 它的那种统治的重点就在于搜刮 然后对于怎么把这个地方治理好 它这方面它也没经验 它也好像没有做什么努力 所以这个时候 那些被政府的农业地区都是很惨的 特别是像中原 当时的史书就说这概括为汉地不治 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当时的一个特点 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 大家都知道蒙古人和别的小时能够一样 他也没有确立那种狄党子继承制 他的继承观念是比较没有特别固定原则的 所以崔西畅死了以后 有史来接班是个大问题 他的狄子是四个 这四个里面小儿子托雷本来是有优势的 就是说他是按照幼子的首产制度 他应该继承他爸爸的大部分家业 但是崔西畅选的接班人不是托雷 而是沃河台 因为沃河台就是他第三个儿子 沃河台他认为沃河台比较有领导能力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选择 结果以后皇位 汉位就在沃河台的后代这边传 传了两代 但是后来还是被托雷的后代给夺走了 托雷的后代 所以以后的元朝就是 原始组忽必烈就是从这个地方发展下来的 那么太宗这个系列就断掉了 但是沃河台这个系列就断掉了 但是也没关系 因为他们家的人都很有本身 各自建立的一个独立汉国 或者是半独立的汉国 有蒙古的四大汉国 清达汉国 查尔台汉国 沃河台汉国 和伊犁汉国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亲属关系 这个大家下面自己看看 这个表就知道了 比较复杂的 这里面还要讲一点 就是说每个大汉中间 它的继位年代 中间会隔一段时间 并不会马上 头一个死了 第二个马上上台 为什么呢 因为蒙古的旗俗 他要开会 虽然是前面这个 这个爹班人 已经有前面的大汉指定了 但是呢 这些高层的贵族 这些特别是这些宗王 必须得开个会确认 而那时候他们到处打仗 都远在万里之外 开会可不容易 所以后来就 经常未开一个会 就要等两三年 所以呢 他中间就得空着 空着怎么办呢 我们看他出现过 这个拖雷坚国 就是代理 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 还出现过那个皇后 摄政 有两个皇后 分别 头一个皇后摄政五年 第二个皇后摄政三年 据说 大汉当时当着 突然没人了 在中间就胸肌空好几年 就这样的情况 也是别的民族里面 很少有的 这是因为他要开会 而且这开会呢 大家又离得太远 不方便 所以就等着 所以这些因素 都导致了 后来发生很多的纠纷 所以后来 其实这个蒙古国 平散死了以后 他们这个几个大汉 他们斗争是 内部斗争很离开的 而且也自相残杀 死了不少人 沃古达是怎么继位的呢 沃古达当时就其实是 虽然有他爸爸的遗嘱 但是他继位也不是很顺利 主要还是靠了一个汉 汉化的一个其他人 伊律鼠才的帮助才继位的 就是汉伊律鼠才 替他继位起了一些作用 当时就等于是 一个是他要继位吧 首先是 大家意见还不太统一 据说是什么 忠心贤惠 意犹未决 好像还 有的人可能还比较 像用戴拖雷 后来 叶利鼠才就去做拖雷的工作 说这事 你还得让他 因为有一个背景 是昆斯坦的遗嘱 你还得让他仗 而且说 你要带头拥护他 要得赶快把这个决策定下来 又去做他的工作 又去做他 哥哥 他才的工作 说你是哥哥 你虽然是哥哥 但是他上台 你就是臣子 所以你要带头下败 经过他做了一番工作以后 这茶叶台就 率先下败 所以大家反正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最后摸过台才顺利继位 就是说在蒙古的继承体制当中 它还是保留了一点那种民主制的因素 就是说它是有竞争的 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那么一个敌长子的继承 这样的一个确定的次区 而是他有一些竞争 只要是前面这个大汗的子孙 应该是有本事谁上 他大概有这么一种观念 所以大家要开会 要大家共同来决定 看谁是最受拥戴 谁才上 所以每次都要因为这个开会 出很多事 而且以后到了元朝 还这么干 还要等时开会 所以以后又不断的出事 这就是当时的蒙古政治的情况 沃国台他在位13年 所谓的蒙古秘史或者元朝秘史 就是写到他在位时期就结束了 那个书本来是应该还有好多 但是当时明朝翻译就翻译了这么一段 最早的这一段 这个书最后就记载了沃国台自己的 那个书的翻译的一名叫沃格戴 记载了这个人的一个自我鉴定 他说我在位期间 自作我附近大位之后 添了四件够当 就是我干了四件大事 他看他总结很有意思的 十七件大事 那四件的第一个 凭着金国灭着金 第二个立着战斥 战斥就是驿战 他整个开始建立一套全国的驿战交通系统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贡献 因为国家这么大 你得管理方面各种信息传递 人员往来 他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建设 第三个是在草原上打井 就对牧民办了一些好事 在草原上打井 第四个是各城之内立探马赤镇守了 探马赤我们下次可能要讲到 探马赤就是元朝的 蒙古的那种抽调出来 在贝珍湖地区长期镇守的部队 就是蒙古军大部分的军队是打完仗将回家放牧的 但有些军队就对不起 你不能回家了 你在盯着 这些人就是探马赤 反正就是说 陈希散时期大概打完很多地方就放弃了 但是沃古台时期 他要把这个将站住 他要派身对镇守 他就确定他这四件功劳 他又说我自己干错四件事 差了四件 他说第一个我爱喝酒 二三四基本就是说 我处理一些贵族关系没处理好 大家对我有意见 好像是这样的一些事情 反正就是 元朝秘史这个书 一般认为它是托雷的后代 那个时候编的 所以这个书就对沃古台有点批评 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不但说它的优点 也说它的缺点 也说它自己的那个 就说我自己哪个事都办错了 它都给它写下来 这就是第二个继承人沃古台 以后反正就 又换了几个皇帝 换了几个大皇帝 就更乱一点 那么我们要先讲讲草原本位 草原本位 他跟他说 他当时蒙古国已经很大了 但是这个国家 你要以哪个地方为中心 哪个地方为本位 它还是以草原为本位 它搞了一个都城 就是哈拉荷林城 这个城在今天蒙古国的乌兰巴托 望西大概200公里左右 这个哈拉荷林城 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 因为后来清朝这时候 在这个地方盖了一座喇嘛庙 所以这个庙就把这个城给压住了 那么另外别的地方还有一点遗迹 都不太明显 只有个别的像有一个龟夫 就是当年历史碑的这么一个底座 这个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文物 这个我也去看了 这个城其实规模 它是一个国家象征 就是说这样一个大帝国 它的首都是在这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蒙古人并不习惯于住城 他觉得这个城本来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大了 为了装门面 他需要搞一个城 他搞了一个城 实际上蒙古人都住在战风里 所以后来根据西方的传道士去访问了 就说了说这城除了那宫殿以外 它也就是一个 它还没有法国的一个村大 城市里面就俩市区 一个是回回市区 就是住的是中亚的穆斯林 一个是汉人市区 住了一些那种从汉族地区抓的一些工匠 就可以知道 这城里面真正城市居民都不是蒙古人 蒙古人是不住 只能住在城外的战风里 至于这个城市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么一个地座 虽然是个都城 但是他又 其实蒙古人不怎么在里面住 他有大汉的宫殿 大汉也是偶尔在里面住 大部分时候都在外面的帐篷里面住 可是这个地方是他的中心 这就标志着蒙古的国家本位政策 是以草原为中心的 是以草原为出发点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 特别是那个各被征服的地区都是很悲惨 我们可以举出来这个中原地区的情况 这个资料有几个重要的资料 首先就是说 根据史料里面记载的户口数字 在蒙古那个进攻经朝以前 经朝有768万户 到蒙古灭了金以后呢 还剩110万户 就是有极大的下降 这个下降的原因呢 倒不一定说是 差不多七分六的人全死掉了 而是说 可能有很多人是被 轮为奴婢 就被那些那个贵族啊 大将就成为私人的私属人口了 而且有些人可能逃亡了 逃到那个南宋啊 逃到一些什么 倒不倒的地方吧 就说反正就说 等灭了金以后呢 蒙古人去统计户国 去统计就剩110万户 人家原来有768万户 现在就剩了七分之一 那样子 所以说这个是 不管怎么说 这个破坏是非常厉害的 根据那个 当时的那个 和中原的那些 士大夫的记载 也是说这样 比方说一个简单的记载 就是说 这是一个元朝的官员写的 他自己写的元朝 当然应该是可靠的 他说军法 凡城以兵者者习坑制 就是说蒙古人打仗 是比较残酷的 打仗进攻一个城 如果对他不投降 如果让他打出来的话 他就要把里面的人全杀光 所以他这种震慑和威慑力 也很厉害 所以好多地方 后来就只好投降 那个他杀的人很多 杀的时候 当然他会注意 保护一些特殊的技术人才 就是说那些工匠 阿医生 这些人他就有用 他会把他们保护起来 据说后来 有的地方 把人开了窍了 就没事 自己家里背一个锯子 一到打仗 打破了城 赶快把锯子夹着就跑 然后一看 一看有个锯子 估计是个木甲 就给他放到一边 才可能会活命 而且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就是当时有蒙古贵族 据说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 说 虽得汉人一无所用 不若尽去之 使草木畅茂以为目的 这么多的地方 之所以人没用 不管杀掉还是怎么着 弄走 咱们搞成一个大木畅 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用 但是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相当一部分的蒙古贵族 他对于怎么管理汉族的农业社会 他一点没有经验 他也没兴趣 他就是想搞他的游牧 所以他这种管理跟不上 这是一个很 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还有一个资料 这是南宋人写的 黑打势略 这个书很重要的一部书 这是南宋的使臣 访问蒙古 他写的一个报告 王国为给他做过一个解释 做过一个注释 就是很重要的 这书里面就讲到说 当时的蒙古整个北方管理混乱 科捐砸碎非常多 就是一点章法没有 乱收碎 收的大家都是怨愤彻天 就是叫苦不解 可是没有办法 就整个一种那种剥削 是没有什么节制 或者就是没有章法的 然后呢 蒙古这些贵族呢 他们通过战争 截略了大量的财富 可是蒙古人不太会经营 因为他们的商业也不发达 所以他大量的依赖 这个西域的回回的这个商人 由他们代为经营 就理财 好像今天的那个银行 要替你那个这个理财一样 会紧张门 你有几十万块钱 他会说 那个我可以帮你理财 然后呢 又怎么着 当时那个好多的西域商人 都是来帮这个蒙古人理财 他理财办法也很简单 就是放高利贷 但是这个放高利贷呢 他得到了那个 这个蒙古政府的保护 所以他有些特权 他最后 那整个这个汉族社会 被这个本来负罪就已经 受得很重 又被高利贷再来一下 这真是那个比较悲惨 而且这个这些回回的商人 他还大量的采取一些 因为他是用特权商人了 他不是一般的经营 他是替这个蒙古的贵族来经营的 所以他有好多特权保护 他那个最终点那个不公平的交易 甚至一些讹诈现象都不断的发生 反正都是 当时整个这个蒙古灭了金以后 到这个忽必烈 那个建立元朝 对中间有那么几十年时间 中原的情况乱得一塌糊涂 乱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当时有一个大臣 叫伊律储才 这个我已经讲了 伊律储才呢 他是一个契丹人 他信伊律嘛 但是呢 他其实已经完全的汉化了 他整个是受到了汉族的 儒家的一套伦理道的观念的那个熏陶 他呢 后来就投降了蒙古人 因为什么一蒙古人 为什么重用他呢 蒙古人觉得他是个契丹人 契丹人和金朝有仇 金朝是灭了窑的 所以他觉得你既然是金朝的仇人 咱们应该比较一致 所以就比较忠赢丹人 伊律储才呢 就等于进了那个蒙古的那个最高的那个进入了宫廷 而且呢 这个人呢 虽然是个儒家知识分子 但是他有很多的那种多才多艺 他懂天文 还会算卦 这些技术呢 蒙古人都觉得很有用 天文 看天象和算卦 觉得挺神的 就对他比较重用 这个人后来就在那个宫廷里面 给崇丹丹当秘书 给那个沃古台当秘书 当了很多年 他呢 后来特别是在沃古台时期 就让他来主管中原地区的各种 就是只要给中原的地方发文书 那发文书不是得发汉文的吗 都由他来负责起草和下发 所以呢 他当时是有点权的 那个他在这个岗位上 他利用他的这个身份 他尽量的劝说这个沃古台 这些蒙古贵族 就是少破坏 高点建设 那个剥削也可以 你要按部就班 不要乱剥削 不要用杀鸡取卵式的剥削 你要尊重这种汉族地区的 那个传统的一些文化观念 一些一些 就是他的文化传统 你要对他的东西 加以学习和吸收 就劝他们这个 那当然也很费劲 也不好劝 就是但多少能够劝了点 能保护了一点 起了点作用 起了点作用 不是说特别大 但是起了点作用 这个的话呢 为了这点作用 以后得到评价机构 说幸亏有他 要不然就更惨了 那个 这明朝人说 他是大有造于中国 功德色天地 那么在他死了以后呢 到了元朝 有人给他立了个神道碑 神道碑我觉得写的是很有意思 他上次就说 国家成大乱之后 天罡绝也 地走者 人里灭 这几个字可是很重的 就是说 当时是社会破坏的一大糊涂 破坏到什么程度 天罡绝 地走者 人里灭 基本上就毁灭性的破坏 所谓 耕造夫妇 照有父子者 信有之以 什么叫耕造夫妇 照有父子 说好像这个社会已经彻底毁掉了 从头开始建立 重新建立家庭 什么的 这些 就完全是一个 从头再来的这么一个局面 说这样的一个混乱局面之下 这个叶利索财在宫廷里面 能够起一些作用 可是它起的作用很困难 因为当时 南北之正美美相利 其出入用事者 又皆诸国之人 言语之不同 去向之不同 说在这个时候 共以一书生 孤立于庙堂之上 而欲行其所学 家家户其难哉 说它太难了 它真是不容易 就说尽量的去 保护中原的经济文化 费了很大的劲 那些人 因为朝鲁都是蒙古贵族 或者是西域那边的 那些人对中原不了解 不听他的 但是他就 还是费了不少努力 幸亏就是 窝国台对他还比较信任 所以他还是做了一点工作 但是他做的工作 当然也没多少 说鉴于是实者 实不得二三 他也就发挥了 百分之二三十的作用 不过这百分之三 但是也很重要 说 而天下之人 故以君授其赐矣 若此心非共 则人之泪又不知其何如而 主要没有他 人类文明就完了 他就这个意思 就是一个元朝人这么写的 但是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可以看出来 蒙古的征服作用的 这次破坏相当厉害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一个人能够在 港区上做了点保护工作 所以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这就是那个当时的这个情况 我找到最后的 就是 轻松的